然后的话呢 我们来看下一个 ESLint完了以后呢 我们要配置一个DevServer 我们现在这个Server啊 是哪里配的呀 我们现在这Server啊 两个你直接Live这样运行的时候 这个是直接就从 这是没有Server的状态 浏览器直接从硬盘的文件上加载 那第二种情况就是Open with Live Server 你跑Live Server的时候 事实上是VS Code起了一个程序 那么起了一个HTTP的服务器 然后给你提供了一个HTTP服务 那么作为我们来讲 我们是不是可以去 有一个自己的更好用一点的服务器 而且这个东西就是放在Build里面的 而且我们今天用的是VS Code 你要记住VS Code 不是专门给React用的 那如果我用了其他的 比如我就用了个Beam 或者我用NotePad++ 这东西只能做文本编辑 那没有更多的东西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是不是就发现说 有一个专门的服务器变得比较重要 那么这个专门的服务器叫什么呢 这个专门的服务器就叫做DevServer 当然其实来讲 它这个东西还是挺好用的 那么这个我觉得还是一个良心的东西 就是WebpackDevServer呢 是一个配置好的HTTP服务器 容易直接的开发测试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但是这个上线不会用 上线不会用这么一个东西 一定是你在开发测试环境里用的时候 用这个东西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它怎么做 首先安装服务组件 又来安装了 CNPM iWebpack Webpack 这个刚才装过 但是它这要求再捋一遍 我们就再给它捋一遍 然后呢 第三个 我一般一个一个装 出了问题好知道 要不一大堆搁在一块 比较 好 好 装完这个东西 Webpack Server以后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在PackageJson里面加第三条进去 第三条是啥 我们启动一个东西叫Star 那么这个Star的脚本对应的是什么 这个Star的脚本对应的其实是 Webpack Dev Server 其实你看到这个东西以后 你就会觉得它跟这个很像 是吧 JS Webpack很像 就感觉都是这样 然后呢 也是豆号 好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 我们还需要再去配置一下 它的这个一些参数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留哪些参数要配 嗯 稍等啊 好 那在这呢 我们会增加一个东西 叫做DevServer DevServer好冒号 然后 大括号 啊 这个怎么能加在这呢 这是 糊涂了 加这 小写 小托风 DevServer 然后这里面有几个东西啊 第一个是content content base 就是你的 你如果做了一个htp服务器的话 你总得有一个根服务器吧 就是你的机制 就是文件的那个基准在哪 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pass 点resolve 这个地方写什么呀 因为现在我们所处的 webpack config.js 其实是在根底下对吗 那么就是它的当前就可以了 对吧 点杠 然后resolve的时候 前面要杠杠 对吧 name ok 这是content type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们给一个逗号 然后第二个呢 他问是否压缩 这个我建议你们压缩 有些同学可能说 哎 压缩是不是会慢了 这还真不一定 呃 在后面我们会大概讲一点协议啊 这个地方我大概提一句 就是说 http 它底层是tcp 所以其实来讲 如果对于小文件了 因为你传输经常会有小文件 比如你一个html拿完了 然后里面有12345678 8个小图片 那你这8个小图片 正常来讲 它会呃 它底下有一个最大连接数 超过最大连接数就只能等 没超过最大连接数的情况下呢 它是先发一个一个发 比如一共5个最大连接数 8个图片 那么这5个先请求 那3个在那等着 然后等有一个图片回来了 上去 那么这是再把下面一个图片的下载的工作 来开始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 你的网络是有两个参数的 一个东西叫带宽 一个东西叫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延时 就long term 这个这个时间 也就是说 首先我们看 这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你可能有一个 很高带宽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条网络链路 但是它的时间 一来一去的时间特别长 你说这个 这个为什么会这样 这个这个没道理 带宽是什么东西呢 是说当你进行全速传输的时候 每秒钟能把多少信息压进网络 每秒钟的比特数 能压进网络的比特数 那么事实上 这些这些东西到了IP层 有变成数据包 就开始在整个的路由器上 它寄存在各个路由器上 然后路由器一跳一跳的往前跑 跑到对方的时候再组装 是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事实上来讲 你能压多少一次性压多少数据包进去 是由你的带宽决定的 而且你的带宽通常是从你到你的宽带的 代理商的那段的带宽 因为它出去以后其实都是共享整个 那个互联网的所有路由器的带宽 但是这一跳 过去和回来的这个时间是没法控制的 这个时间其实来讲是特别长的 所以有可能是说你有一个特别高的带宽 比如5G时代 你有一个特别高的带宽 你能达到比如1G每秒的时间 但是你依然无法避免你去这个服务器 一来一回中间可能要到达500毫秒 或者300毫秒 当然就这个时间级别 那么如果这种小文件多了以后 事实上你经常你的系统会出于等待状态 因为你发一个 你就得等着它回来 回来以后再发另外一个 所以这样的话会使得你无法进入 即使你有很高的带宽 你也用不下来 所以如果你能把一堆小文件打包 打成一个大文件 这时这个速度就快了 所以compress在这个地方 在整个的这个浏览器 特别是有小文件散碎文件的时候 它确实把它打成一个 这个包以后会有非常高的 这个网络性能的提升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来配置它的时候 那么dev server的这个compress 我们就设定成处 第三个呢 我们要设定一个炮 给它设定一个炮 这个炮的我们设定一个四个五 这看看有没有冲突 一会儿没冲突我们就用它了 好我们设定成这个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开始运行 叫做 npm run 这个时候run start 如果你要想起这服务器的话 就run start OK 你run start了以后呢 这时你就得先开一个网页 自己开一个网页 然后是叫做localhost的冒号555 好吧 这就是刚才我们那个样 没问题 但是这个出来了以后 让我们总觉得有点变 就是这浏览器还要自己开 其实来讲呢 这事儿你原来也是这么自己开 自己刷 但是呢 今天呢 我告诉你 它有一个另外的东西可以配 配好了以后呢 你就不用这么干了 怎么弄呢 在这打一个叫open true 你打了这个open true以后 那么OK 那么这个时候 它会自动开 我现在把这个网页关掉 我现在把这个网页都关掉 然后我在这打ctrlc 这个地方选中 ctrlc 有时竟然不好使 然后它就终止了 然后我重新再打一回start 好 现在自动打开了这个网页 也就是说你不需要再去 再去手动去开了 这是其中一个 这是我们要知道的一个点 OK OK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